大家好,我是程铁舍的记者董泽语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发射区的每次拍摄区 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全都是记者 包括在我的前方同样也是 有很多的记者老师都是吧 来的时间特别的早 为了拍摄到1613发射的这个珍贵的时刻 您是今晚什么时候来的呀 六点半 为啥来这么早啊 工作呀 那在位置又不累肯定又是最好的位置 马上就发射了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冷的发射上热的血 是吧 跟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医药的很激动的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6日零时23分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13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 约582秒后 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今夜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除了忙碌的工作人员外 还有一群同样心情激动观摩发射的民众 从四面八方赶来 感受震撼人心的发射时刻 专门从长安赶过来的 对 今天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拍这个都很急 就是问天这两个字 对对对 你们是从哪来的 兰州 从兰州来的 专门过来看这个发射的 是第一次看吗 载人航天的这个 第二次 第二次 已经看过一次了 怎么样什么感觉 激动 为什么跑这么远呢 这次转的来这呢 就是原来的时候 从电视上看到 现在有一个机会 能到现场 就毫不犹豫的 我们三个连夜过来了 怎么样 刚才看完心情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啊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在感受到这么震撼的 同时有一丝的 有很强的荣誉感 祖国太强大了 一二三 中国加油 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21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阶段的 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 开启为期六个月的载轨驻流 开展机械臂操作 出舱活动 舱段转移等工作 进一步验证航天员 长期载轨驻流 再生生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